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川 中国的两会紧锣密鼓的开张了 很多消息也引发海内外网友的关注 那么今天呢 就报出来一则消息 让很多聪明的家长都气炸了 那怎么回事呢 有一位委员提议说以后中小学啊 这英语就别作为主科了 取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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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家长一听就急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莫非要让我们孩子怎么怎么样吗 是吧 这个话很长 一句话半句话说不清楚 所以咱们今天就把这话题拿来聊一聊 一方面咱们聊一聊家长急什么 为什么生气 为什么炸 第二个咱们也聊一聊 这个提议它为什么拿来提案 这背后虽然说提议 中国的政协提案往往不会进行表决 但是它代表一种态度 它代表一种风气 代表弦外之音 所以我们必须也来挖一挖 为什么他要提这个提案 这背后没那么简单 所以如果你敢进去的话 欢迎你跟着砖头 我们来开始今天的思想旅程 好老规矩 我们三言两语先把新闻说一下 那怎么回事呢 提这个议案的人叫许进 这个人等会我会给大家专门再介绍 有点来头 那么他提出了 就说现在很多中国的小学中小学为了上重点高中 甚至是包括为大学铺路 他们都花了大量的精力在英语上 可是英语实际上经过它的统计计算 只对10%的大学毕业生有用 所以绝对说不效率 有这时间多学学学习强国 多学学马列毛邓多好 对不对 当然了人人没这么说 我是揣测他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说他就说 现在翻译软件和翻译APP等等 完全可以提供包括英语 俄语 德语 法语等等 多种语言的英语六级水平的口语翻译服务 非常方便 完全没有必要学 所以以后翻译就要被淘汰了 人工智能时代了 所以他建议说 在义务教育阶段 听好了 这样有意思 在义务教育阶段 由国家投资 全体学生必学英语的这个现状 就没有必要了 建议取消 当然了 他说取消不是说不学了 而是不再作为主修课 那在中国我们都知道 在中国不作为主修课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上这个课的时候 数学老师就会夹着课本进来 敲敲黑板 来 现在课取消 我们来上数学 这类似的经历大家都有过对吧 那么这个许进何许人也 他还真不是一般人 他爹在中国 你听说过叫九三学社 他爹是创始人 创始人之一 而且还有一个 他姑父也非是旁人 姑父 南方网友可能不太清楚 什么叫姑父 中国人管他父亲的姐姐的丈夫 叫姑父 算是很近的 那么他姑父是中国的两担一星的元勋 他叫邓稼先 这个许进的自己也专门还写过文章 题目就叫我的姑父邓稼先 也很有意思 反正这个人是有来头的 你们也可以查查九三学者是什么人 所以网上有些人说 说这个人就是说不学无术 说这个许进也不搞调研 也不搞调查 想当然拍脑袋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这里边恰恰有他的深意 我们一步一步来带您来解开这个谜题 解开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说家长为什么会愤怒呢 有很多网友都很愤怒呢 其中有一点就在于 他传递出来的消息 不是因为这些家长爱学英语 我们爱孩子学英语 不是的 你像砖头 我高中 我大学 读完了全套的金庸 再加上其他的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社会书 英语课就是我的睡觉课 加课外未读课 我从来不听 我就讨厌英语 但是呢 为什么他们愤怒 就是因为他背后所传递出来的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 中国阶级开始固化的信号 明白吗 这聪明的家长都已经品出来味道 聪明的网友都品出来味道了 中国阶级开始固化的味道 还有就是 中国人才饱和的信号 更是中国教育转型转向的一个重要信号 我给你想起说 先说阶级固化 有些人在网上不学无术 你知道吗 就天天说中国阶级没有固化 是因为他在国内可能吃这碗饭 所以他必须要说阶级中国阶级没有固化 我问你什么叫阶级固化 不是说比如说说这个张三李四王五赵六 他们家一代富被备富 也不是说呢阶级固化有些学者认为说是出现了一些百年的 甚至几百年的企业像日本一样认为这就是阶级固化 不是的 中国的企业轮流换 这个倒闭他上场是为了割韭菜 你去看看那些企业最后他背后是哪些人 你明白我意思吗 有人说我是农民 我通过学习考取了公务员 我这阶级变化了吗 你觉得公务员像统治阶级吗 中国的公务员过剩谁不知道 只要一裁员 你觉得裁上来的那会是局长托关系上来的儿子吗 不会呀 对不对 局长的孙女 区长的孙女 人从来不会被裁 被裁的就是你们这些被考上去的 你们是暂且寄身于这个公务员的行列 对吗 所以说那叫什么改变 那不叫改变 恰恰相反 你看看中国的上层你会知道 现在红顶商人是固定阶层 你明白我意思吗 你想做大想做强 以前像孙大武 凭着一己之力能够改革开放 乘上浪潮 创立一个大武集团 那不是被办了吗 对不对 现在你必须要姓赵 如果你不姓赵 那抱歉 你必须要找一根姓赵的大粗腿抱上 那么姓赵的是第一阶层 抱大粗腿的是第二阶层 其他的分别第三阶层 阶层已经固化 这里边阶层的人会变 也许这些主子踹掉几个抱腿的奴才 让他换一个人来抱 没问题 但是你说你一个最底阶层的人 你还想跳到姓赵的层次 你谋反 活腻为了你 这就是阶级古法 没什么可说的 而我刚才说的人才饱和信号 还有教育转向信号 就更加现实 我给你举例来说 我知道作为我们80后 我比我的前辈是70后 这帮人咱们都知道 中国一直以来 截止到我们这一代 一直是非常重视教育的 截止到目前 是非常非常重视教育的 为什么 因为中国以前吃过这个亏 中国因为科技水平不够 在跟日本人打的时候 跟国民党打的时候 在前期都吃了很大的亏 所以毛泽东他建国之后 他特别崇拜 或者说特别迫切需求 要搞这些技术人才 他说什么科学 知识是低生产力 我不太熟 反正就那意思吧 低生产力 为什么 因为他吃过亏 当初他打仗的时候 日本人飞机随便炸 那他只能拿着步枪打 步枪往上天上打 能打得着飞机 你以为拍抗日神剧 对吧 所以他们的部署 他们的部队 是被日本飞机随便欺负 包括面对国民党的空军 也是如此 所以说 你看就说吧 在中国长安街一路往西 这个有几个大院 排在第一的又是空军大院 然后才是什么海军大院 什么再往后 所以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科技 也下了大力气栽培 但是呢 有句话说的好 时代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 踩上 挤车的时候 踩上脚踏板 立马变心眼 踩上之前 嘿嘿 再往上挤一挤 再上一个 再上一个 然后踩上以后 别他妈挤了 没地儿了 师傅快走 以前北京挤过车的 都知道 北京著名的三百路公交车 那挤成狗 对不对 所以说 现在我问你 中国还缺人才吗 经过中国建国四九 难道今天多少年了 中国是从留学生想办法 高薪给他弄回来 包括运用其他一些手段 中国其实已经完成了 技术人才的梯队积累 听好了 是梯队积累 在最早期的时候 像什么 搞两担一星 搞钱学森 什么的 那会是重金 挖尖子 挖头部 可是这些人的头部 他生老病死 他是一个不停的轮环 所以他必须要形成一个梯队 往上走 那么这个梯队 现在中共甭管好坏 他也已经搭建完成了 所以在你没建成的时候 来人才 那叫雪中送炭 人才差不多的时候 你来算锦上添花 可现在锦上添花严板的时候 你人才再来 那就不是人才了 那是蠢才 那是废柴 就这么残酷 中国的就这样 位子已经占满了 这个事情不是我空口无凭 我早就在一年前 我就做节目 说过这个事 当时很多人跟我杠 说着不对 后来 你就看 李克强做报告的时候 年年说六文 六文 他为什么要问 第一文就稳就业 为什么 没有那么大需求了 明白吗 现在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吗 说闺女大了 不能留 留来留去 结冤仇 是一样的道理 你花大力气 花一个供养一个大学生 一个高科技知识人才 他毕业了 他必然要找一份 和他这些年教育 投资投入 他母亲借钱 卖猪 卖房 给人当下人 给人就是供他的学费供出来 人家办的是什么 是功成名就 人们判的是改变命运 可是呢 现在中国现实的就业情况是什么 现在中国除了一本以外的这些学校 你如果不读研的话 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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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你愿意往下 向下层去寻找单位 谁要你 对不对 中国就是这样的 你大学本科怎么样 一样去门口到销售去 门口搞促销 给人拉横幅去 这就是中国就业的现状 我问你 拉横幅这活需要大学生吗 他是用力学 还是用物理学 还是用生物学 他用吗 不用啊 我不读书 我也会拉横幅 对吗 所以说 这些人已经成为国家的负担 很残酷 这些人已经成为国家的负担 因为教育宣传 这个宣传口和人民的这个 和实际就没有结合好 没有形成一个错位 你想想 如果孩子是学了这么多年 我欠了债 最后让孩子去干乐活 我图什么呢 家长会闹的呀 那就是群体事件 所以现在要稳就业 稳就业 说白了吧 我再说直白一点 有些观众朋友们 你们可能会觉得受刺伤 但是真的不是专头的本意 我告诉你们 中国现在不需要神才了 中国需要他妈韭菜 明白吗 就需要韭菜 去干下面的活 干人才不愿意干的活 上面的位置满了 我说的够直接了吧 所以我们说回来 今天关于这个英语的事情 你们来想一想 我们来仔细的冷静下来想一想 他为什么要取消英语 要我说 最该取消的 就应该是当时文科史蒂正 对吧 历史有用 地理有用 政治 生物 这都应该取消掉 我要知道染色体光有屁用 对吗 染色体的玩意儿 什么什么这卵子 然后那个什么什么细胞 我都换给老师了 屁用都没有 包括化学也是 对吧 化学有什么用 除非你搞这个专业的 对吧 我们当时高中的时候 有一个学生他逗 他所有课都不及格 就化学 搬李明年钱包 老师问他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学 喜欢化学 他说我将来长大了以后要学做冰毒 那哥们也是特别有才华 所以我就想说 就是说那些为什么他不取消 单单要取消英语 因为英语是一扇窗户 你明白吗 语言这个东西本身是个屁 没有价值 只有使用这门语言的人多了 而且这个多的人非常有价值的时候 这个语言才有价值 要不然太平洋岛国上的小土著语多了 都没人学 对不对 因为英语有价值 因为中国不是那么的开放 有语言这口关你只要迈过了 你可以更多的浏览海外的信息 你可以更多的知道外面的消息 甚至你可以以这个为跳板 你走出去 走出外面更开阔的世界 你会发现整个世界跟你以前生活的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我相信很多来到就原来在中国受教育 然后来到海外的网友都有充分的体验 你会发现你所处的世界完全不一样 要不然那些高官也不会把子女一个个都往外送 对吗 所以我们能结合中国现实来看一看 中国现在全面进行内循环 我问你 内循环的人 他身在曹营心在汉 内循环的人 他难道不应该歌颂祖国好吗 内循环的人 他不应该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吗 他需要知道美国怎么样吗 他需要知道英国怎么样吗 他需要知道澳大利亚 日本 台湾怎么样 他不需要 他只要知道他自己活得很好就可以了 所以说 为什么要取消英语 真正的含义是在这 如果一个人 他进行内循环的时候 他过得不好 他英语又倍儿棒 他老想着 他是一个节点 你明白吗 他能够从外面世界获取消息 然后他可告诉身边的人 哎呦 今天哪儿哪儿又发钱了 今天哪儿哪儿又发了多少钱 然后人身边一看 我们呢 我们也因为疫情 我们也损失了 怎么不发我们钱 他不满 你明白吗 所以不利于维稳 这个才是人家九三学社的 现在这个核心人物 他为什么要提出这个的深层含义 你要知道 人家是姓赵的 明白吗 人家是带亲戚的 人家是中国政府的内部人士 人家是自家人 自家人当然要替自家人来做考虑做打算 所以我们现在砖头给你解读出了这个事情之后呢 海外的网友当然无所谓了 反而已经是出来了 但是如果你还在生活在国内 我个人给你的建议 我知道 其实我说了也没有用 总有人会跳出来 你看吧 你不信这次的评论下面肯定还会有 砖头 死光头 你狗屁 你不懂 我们就是好 我们就是没必要学英语 一定会有的 所以那些人呢 咱们管不了他们 但是我想说的是 他建议这个取消 第一点 他建议不一定会通过 这个建议不一定会通过 但是他传递出来的口风 你明白吗 这个人他提出来不是为了这个东西通过 你明白吗 这个东西他不是为了通过 他这个提出来 是为了给领导层分忧 明白吗 这话现在中国上面直接说出来 那百姓的骂声是集中到上面去了 这个事出来之后 百姓如果有骂声是集中给他 他是为上面分忧 然后体现自己的忠诚 那你就想一想 他为什么要用这个点来体现他的忠诚呢 因为他知道上面是这么想的 明白吗 中国官是这么做的 中国的官场 我建议你们可以读一读 这个历史上的一些书 关于这个明朝 尤其是明朝和清朝这两代 里边很多记载官僚事情的一些东西 尤其是曾国藩 你们可以读一读 非常有意思 你能懂很多的在中国生存的道理 所以为什么我对这事之敏感 很多人觉得没有事情呢 就是因为我看到了 他里面蕴含的这个官场逻辑 你明白吗 官场逻辑和我们老百姓生活逻辑是不一样的 所以很多家长 说远了 说远了 抱歉 所以很多家长 我建议你们 学校不要求了 你们一定要要求你们的孩子学英语 一定要学 知道吗 如果你们中间我观众朋友里面 你们有人是六零后的 你们是五零后的 那你们一定知道当年取消高考什么时候 很多人放了羊了 不读不读书了 放了羊了 插队的干嘛的都有 可是当年恢复高考的时候 那些暗地里边 暗自用功的 我告诉你 那些人一夜之间 月上枝头飞凤凰 真的是这样 有了个生活经验的朋友 你们真的可以互相可以聊聊 对吗 一夜之间 飞上枝头做凤凰 之前看着跟你一样是什么知青啊 也是穿着那带带款喇叭的那个衣服 也干活 也抛地 但是一恢复高考 这些人马上一飞冲天 人生马上改变 他们的人生改变 他们的孩子人生改变 他们的孙子人生现在都在改变 所以说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对吗 所以学好用语 没坏处 你们一定生活在墙内的 你们一定还是要让孩子 把你们的语言学好 因为这将来有可能是一条路 是你们孩子 这个改变命运的一条路 好吧 那关于今天这个事呢 我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有一些说的不全面的 说的这个不客观的 欢迎在评论区 我们进行合理的讨论 好吗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呢 欢迎你订阅评论 转发点赞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